嘿,你们吃了秋天的第一颗栗子没有? 板栗绵绵绵绵的口感真的太好吃了 我今天用山药和板栗做了第一颗的鲜豆包 看,是不是跟外面卖的一样 板栗肉和山药都是现成的 水干上锅蒸20分钟就好了 鲜豆包的饼皮配方我都打在屏幕上了 这里用了10克的糖,做出来的饼皮不会很甜 先只放了30克低筋面粉 面粉一定要少量多次,才比较好控制面团的湿度 最好的面团再放入山药里 这个时候的面团还有点稀 再加点低筋面粉就好了 少量多次就不会错了 最后,我共用了50克的面粉 然后,就来做个超好吃的栗子馅吧 喜欢甜口的可以放点糖 不过,我觉得栗子本身已经很疼了 我的破壁机罢工了 还是换个家伙吧 还是这种原始的搅拌机最好用了 把板栗馅放进布上锅里炒干水分 板栗馅就做好了 碳板上下个面粉放了 把面团揉搓成长条 我一共分了9个小鸡子 把板栗馅也刚好绝合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就好了 找个方针的角落给它整理一下形状 是不是特别可爱 平底锅不用放油 煎到每一面焦黄就可以了 煎的时候已经超级香了 看,是不是跟外面卖的一样 用山药做的皮特别的弹性 那些换成紫薯绿豆什么的 不一定很好吃 怎么样,你们学飞了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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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